土耳其入盟前景不容乐观。 2月20日,欧洲议会外设委员会通过一项报告,呼吁欧盟委员会及欧盟成员国暂停与土耳其进行入盟谈判。 报告给出的理由是土耳其漠视人权和公民自由、干预司法与塞浦路斯等邻国存在领土争端。 该委员会称,由于土耳其的人权记录存在较大问题,谈判已经破裂。 据了解,该项报告将于3月在土耳其举行地方选举之前,交由欧洲议会表决。 土耳其外交部21日发表声明称,绝不能接受欧洲议会的报告。 重申土耳其作为欧盟候选国,一直致力于为入盟而改革。 土耳其入盟,符合土耳双方共同利益。 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阿克索伊,对欧盟委员会,这一不具约束力的决定抨击称。 欧盟委员会的报告草案,充满毫无根据的指控,是欧洲议会对土耳其抱有偏见的新迹象。 希望最终报告,将考虑土耳其的反对意见。 实际上,土耳其大部分领土,处于亚洲而非欧洲。 但土耳其一心想加入欧盟,并已在这条路上奔跑32年。 早在1987年,土耳其就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,即欧盟前身,1999年成为欧盟正式候选国。 2005年与欧盟展开相关谈判,一路苛刻绊绊,2016年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,致使欧盟于2017年7月宣布停止入欧谈判。 可以说,鉴于土耳其与欧盟之间历史和现实的利益纠葛与矛盾冲突,加之双方在思想、文化等领域的对立。 土耳其入盟之路,一直困难重重。 内政领域,土耳其被欧盟认为缺乏民主与人权,军人干政和少数民族问题等较为突出,且多年来未有明显改善。 外交领域,塞浦路斯问题是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另一大阻碍。 1974年,土耳其以保护国身份出兵次外驻扎塞浦浦路斯北部土族地区,与希腊支持的塞浦路斯希腊族分庭抗礼,导致作为欧盟成员国的希腊,长期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。 近年来,欧盟多位高层官员接连放话,表示不希望看到土耳其加入欧盟。 欧洲议会荷兰议员马利耶舍克等人士,批判土耳其几乎每天都发生侵犯人权和逮捕记者的事件。 该国的民主和法治,不断受到破坏。 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也曾宣称,土耳其正在大踏步地远离欧洲。 欧盟扩大事务专员约哈内斯哈恩,在2018年11月,更是直接表示,土耳其和欧盟结束入盟谈判,将更为诚实,因为土耳其入盟是不现实的。 此外,一些欧盟成员国,也对土耳其加入欧盟表示质疑和反对。 2016年7月,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后因,采取大规模肃清行动,并进行修宪公投,与欧盟多国产生纠纷。 德国总理默克尔曾表示,他不支持土耳其成为欧盟成员国,甚至希望彻底终止土耳其的入盟谈判。 此外,土耳其国内对加入欧盟的争议也在扩大。 2018年10月,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,将考虑以全民公投形式,决定是否继续谋求加入欧盟。 可见,土耳其要想加入欧盟,必然会受到国内外多重因素的限制。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,土耳其入盟险境,依旧不容乐观。 陈冠宇,清华社呼和浩特12月25日电提,甘坐大漠一盘石济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一营教导员时旭风。 李清华,傅晓辉,殷鹏昭,清河口,田水井,哈日苏海,这些听起来水淋淋的地名。 并没有河也没有水,有的只是寸草不生的黑山头,茫茫无际的戈壁滩。 在离川峰不渡的玉门关,还有数百公里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。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一营教导员时旭风,一干就是十一年。 像一块磐石,狂风刮不跑,沙尘卷不走。 一,过了贺兰山,越走越心酸,来到清河口,扭头就想走。 对这句话,石旭风的妻子李海亭深有感触。 2012年,李海亭第一次来部队探亲,从山东辗转38个小时火车后, 又坐汽车在戈壁滩上,颠簸,一路呕吐一路,走一路荒凉,一路心晾一路。 到达后的第三天,沙尘包袭来。 李海亭眼睁睁看着连队新建的蔬菜大棚随风飞舞, 他说,来之前知道这里很苦,可没想到这么苦。 是的,冬天奇冷,夏天酷热,春秋沙尘肆虐,这里是出了名的苦。 五年前,最后一名牧民也从这里搬走了。 那年冬天,石旭风带领官兵,乘骆驼巡逻,零下40摄氏度的戈壁滩上。 他们风餐露宿六昼夜,巡逻三百公里后,沙漠之洲骆驼集体罢工了。 无奈只能修整半天再上路。 石旭风的裆部,也被磨出大片血泡。 皮肤,鲜血与衣服粘在一起。 吃苦受累的故事,还有很多很多。 石旭风却说,我经历许多常人难以忍受的苦累, 也得到许多常人难以享受的乐趣。 2007年,石旭风军校毕业后,成为一名边防军人。 首次巡逻,站在戒杯旁的他自豪感油然而生。 他说,脚下是一寸领土,心中是广袤江山。 舍弃的是一家团圆,拥抱的是万家幸福。 二,排长刘文宁患了甲状腺癌。 石旭风到处帮着求医问诊。 战士赵九川老家遭火灾。 房屋成了焦土。 石旭风得之后,当场就把身上的现金全掏了出来。 还发动官兵捐款。 帮赵九川解了燃眉之急。 总想着帮人的石旭风。 其实最需要帮助。 岳父母身体不好。 孩子尚小。 妻子一间挑起两个家。 一年。 岳父因糖尿病住院。 都是刚做过公外孕手术的妻子。 一个人忙前忙后照料。 第一年休假相亲。 第二年休假结婚。 第三年休假怀孩子。 第四年休假孩子出生。 这个甘心在边房喝苦水豆风沙的汉字眼圈红着说。 最亏欠的就是妻子。 靠着对祖国的满腔之爱。 石旭风用忠诚书写了当代戍边人的奉献之歌。 三、地上不长草。 地下必有宝。 一次。 一个地方老板直接找到石旭风。 拿出一个后信风。 说,你睁之眼闭之眼。 你好我好。 石旭风当场拒绝。 信思往返的事我不干。 名利的诱惑。 往往最能考验一个人的志向、品行和思想境界。 2012年。 机关控出一个岗位。 任职时间长、表现不错的石旭风雨之外。 无缘。 结果公布次日。 石旭风仍带联队官兵展开徒步拉链。 返回途中突欲强沙晨暴。 他在杯上绑了三十多斤重的石头打投泰路。 和官兵手挖手,一步步往前挪。 终于在天黑前安全赶回连队。 如果说共产党员有职业病。 那就是自讨苦吃。 石旭风对党员干部凯摩扬善州的这句话意向深刻。 因为他也时常自讨苦吃。 2011年。 石旭风主动申请,来到条件艰苦的清河口边防连干连长。 今年年初。 刚在旅边境事务科科长岗位上,干了半年的他。 又主动申请平职来到伊营任教导员。 重返清河口。 当连长。 他多次邀请驻地公安,边境传授简记,取证技巧。 请驻地公安,边境传授简记,取证技巧。